大家好,欢迎来到粤语娱乐,提起女星林家印,好多网友可能会有点陌生,大家都听过李家印,钟家印,但林家印又是谁呢? 其实,林家印和那两位都是差不多时期的女明星,只是她主要是拍电影,而且好多作品都是小众文艺片,所以名气就没有其他两位那么响。 但是,当年她都是文艺片市场的当红女星,一度被视为是张曼玉的接班人。 但是,她的事业升升之中,因为十二年前报入婚姻殿堂而被逼中断。 十二年后,林家印和丈夫好聚好散,这些年她究竟经历了些什么?她失去的一切还可以拿回来的吗? 现在社会意识改变了,大家对港离婚不再害怕。 反而是很多离婚的女明星都会得到祝福,希望她们可以遇到更好的人。 但是,这份祝福放在林家印身上就未必那么适合。 因为她未结婚之前就有很多争议性新闻。 林家印出道那时,正值香港娱乐圈巅峰。 当时香港美女明星常出现,林家印是其中一个,但不算特别出众,最多算得上可爱甜美。 她身高不算高,因为天生体质容易发叛,但都无法否认她五官好精致。 十五岁那时,她就被声探法国,和经纪人张洪亮签了合约。 林家印的父母当时觉得女然年纪小,不想她那么早去闯荡娱乐圈。 但她一意孤行,直接由加拿大跑去台湾,勇闯娱乐圈。 最开始公司给她的路线是做歌手。 随着第一张唱片又点上面世,林家印正式宣出道。 但林家印本人不喜欢唱歌,按她说, 这张唱片差不多是被经纪公司拖进录音失录的。 她更喜欢拍电影,林家印本性其实不是表现出来的乖巧。 反而好叛逆,即使公司安排,她如果不愿意都会想尽办法反抗。 不想穿给坚尼宣传,她就会故意吃到自己叛到见不到人,令到公司不得不放弃。 可能正因为这样,林家印没有追求过骨感味。 有时还可以在箱中见到她的小兔子,在当时的女星中算是特色。 不过,张洪亮本身是做歌手出道。 她觉得唱歌是最容易进入娱乐圈的方式。 而且她觉得自己安排的路线很好,最好的资源随便她选。 所以林家印一出道,就可以出演张学友的MV。 林家印和黎明合作拍广告期间,她反复的逆反行为令经纪公司老板心灰意冷,最终导致林家印被雪藏长达七年。 关于这个决定,外界有很多疑问。一般来说,如果艺人不服从公司安排,解药索赔就好,无需长时间雪藏。 对于一个正处黄金时期的年轻女星来说,亲年可谓宝贵无比,这种做法对她的发展影响深远。 林家印自己表示,她被雪藏的原因是拒绝了经纪公司老板张鸿良的追求。 而张鸿良对此则大发雷霆,甚至公开指控林家印杀方,污蔑。 后来,曹可凡在节目中询问张鸿良为什么要雪藏林家印。 张鸿良责以出唱片的顺序问题作为理由,但这个解释并不具说服力。 再者,张鸿良承认自己与林家印有过戀爱关系, 不过林家印当时未成年,只有十五六岁,这点令人觉得奇怪。 加上张鸿良本身情史复杂,曾经在婚礼上大谈过往八段感情史, 甚至炫耀这些只是她过往感情的一小部分,令人对她的言行存疑。 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对等,一方是有权有势的经纪公司老板,另一方则是初出茅路,甚至未成年的小女孩。 林家印作为年仅15岁的艺人,已经认识到娱乐圈的残酷规则,想要展示才华的舞台,就需要作出一定的牺牲,包括自尊。 被封杀七年的林家印,最终选择加盟更有权势的声号唱片公司。 坊间有传闻指声号老板王海峰特意为林家印成立这间公司,并将所有资源投放于他。 林家印在入了娱乐圈那时,声号老板一开始对她的印象不是很好,觉得她样貌和身形都不像女性, 但是她的坚持和努力,最后打动了老板,终于签了她。 林家印在声号的时光,相比之下比在张鸿亮手下更加自由,甚至每年都会去游客提升自己。 她的要求老板通常都会答应。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她和老板的感情如何,但从利益来说,王海峰签了林家印绝对是赚到。 林家印一入行就想拍电影,她在首部电影《男人40宗》的演出, 就拿到了金马奖最佳新人和最佳女配角两项大奖。 之后她的合作对象都是一众男神级的演员, 好像郑依健、张国荣、赤霆锋、陈奕迅、黎明等等。 几乎和当时香港所有有名气的男星都合作过。 林家印还和王森林合作过百合题材的电影《花日了那女孩》, 和和李心杰合演的《雙女主电影救命》,都很受欢迎, 尤其是恐怖指数直线上升的救命。 在怪物中,她甘愿放弃偶像包袱,大胆扮丑,更加突出了舒奇的尾。 可惜呀,就算事业发展得那么好,最后都是因为感情问题而受到影响。 说到感情,林家印的爱情故事都几精彩。 最初她和郑依健的监制陈光荣传出匪文。 虽然陈光荣已经结婚,但她和原配已经分居。 即使法律上仍然是夫妻,林家印都被批评是嫁入他人婚姻。 之后又有转林家印苦戀导演员劍委,但因为不想破坏对方家庭, 所以她选择退出。之后又有消息指林家印疑似怀恩,在加拿大某医院产检, 因此缺席唐吉科德的宣传活动。 媒体之后爆出林家印的婚宴照,表示她和袁建伟已经领证结婚。 袁建伟都出来维护林家印,说她不是小三, 是等与前妻分手之后,先与林家印正式交往。 虽然澄清了插足的传闻,但和袁建伟结婚后, 林家印的娱乐圈之路就断了。 因为袁建伟希望妻子不要再入娱乐圈。 所以林家印虽然很喜欢拍戏,但最后仍然选择了爱情而放弃事业。 婚后林家印接连生了两个女孩。 这两个孩子对她来说都是非常珍贵。 林家印在15年的时候复出,拍摄了《百日告别》这部电影, 并且一举奪得金马影后的荣誉。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她准备重返娱乐圈, 但其实她的复出更多是为了帮助她的丈夫。 导演袁建伟,虽然袁建伟是导演,但能力一般,即使林家印做女主角, 甚至请了张学友一起合作,都无法提升她的事业。 林家印的这次复出,似乎并没有能够帮助袁建伟改变处境, 甚至令她对丈夫感到失望。 随后,她开始慢慢回归娱乐圈,当时就有人猜测她和袁建伟的婚姻可能出现了问题。 最终,因为爱情放弃事业的林家印,决定离开了束缚着她的婚姻。 不过,可惜的是,在她离开的十二年里,香港电影业由高峰走向低谷。 她错过了转型发展的大好机会,也在难以重现当年的辉煌。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,女性,无论处于什么阶段,都应该首先爱自己。 爱情是生活中的调制品,但绝对不可以迷失自我。 否则,最终只会留下遗憾。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么多,期待下次再与大家见面。